25歲的青龍林一舅 在18歲開始創業 自產自銷苦茶油 四年之內 榮獲三項國際評鑑大獎 今年更拿下了荷蘭全純粹風味評鑑二星獎 高品質無添加物的油質獲得國際認證 他下一個目標呢 要力拼另一項國際品牌評鑑 爭取四大滿冠 整桶滿滿的苦茶紙一拿起來 就往紅豆機裡到 經過長時間耐心等待 直到香氣出現 就是他會有一種 比較奶油香的味道 25歲的林一舅 不僅是花蓮在地青龍也是位品油師 當年碰到油岸事件 18歲的他就決定開始創業 大學念原藝系也到查改場實習 一切的基礎都是從這間車庫開始 因為我當時在創業的時候 只有18、19歲 那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就是年紀那麼輕 那製作要走這條路 會不會就是半途而廢 那其實很多人是非常的不看好的 當時我在 就說我要做苦茶油的時候 爸爸是買一台炸油機 然後兩包茶子 跟10箱的瓶子 然後他就拿這樣子給我 他就說剩的就 自己想辦法了 那我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 然後到今天這樣子 林一周資產自銷苦茶油 從種植苦茶樹到製成油品一手包辦 在各個環節都不敢馬虎 或許就是憑著這股對品質的堅持 讓他在四年內 融獲三項國際評鑑大獎 今年更是拿下荷蘭全純粹 為了榨出高品質的油品 除了嚴選茶子原料外 還一顆顆選豆 以拿下三座美食評鑑大獎的他 打算繼續參賽 打算繼續參賽 另拼力向國際品質評鑑 爭取四項大滿冠 記者許立芹吉安鄉報導